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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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的东西是浓味 这家店是浓香味 重点是市甲多年不是韶关菜 也不辣的 东宁提醒我 当年我占鸭好吃 但他看漏了重点 当年我占鸭好吃 mok歌的东西 是群羊出来的 我觉得我用这种型的蛅蟲 也是这种型格的蛇蟲 放开旅游消牌面 没有什么移動 没有什么移动 什么移动 还在这座屋上 没有什么移動 不能移动 这种鸡蛋的味道 当年我记得所及 好像没有那么好生意 但是今次过来就不一样 明显就扩张了 价钱方面,我现在忘记了 大家回去看影片 对比一下,5件的价钱 老板,老板在这里 老板,你好 老板,你好 大针 大针,大针 你又有没有见过人 我经常想问老板 突然说 没事,老板姐,不想怕 喂,给了一只牛 我,记得了 你上次先找一只牛 哦,知道一只牛 嘗嘗,说不凡 你为什么你不去 你不去老板 你不去老板 不要啊,我们再过来 那很毁啊 不要紧 不要好毁究 你是个人啊 你是大针啊,大哥 不是,不是 你猜你是谁 你是华姐 你是大针 生意很不凄凉啊 好,大针 没关系我们很多年 那是新品啊 那是椰子 鸡蛋 还有什么新菜啊 你最新是我的了 没什么 刚才华姐未来 我心大心小 在想是否换了老板 这儿的老板 现在有多少华姐进来了 大家也不知道 是他了 好了,定点了 而且华姐告诉我 老板没有换过 厨房没有换过 那出品来计的说话 我很有信心 各位,我不是 这些东西 这都是鸭头、鸭脚、鸭脚、鸭脚 鸭脚、鸭脚 鸭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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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入味,很值得去烘,很值得去烘,很值得去烘的香气 让鸭皮丁硬,拉扯,弹口 鸭皮很入味 腌过,再炸,炸完再炆 是的,我都说的,功夫来的 功夫斗来的,一定是,一定是 老板说不单是炸再炆,要腌过它 我说是一样,很入味 味道很衰的,好像一整晚 好吃 好吃 很辣 一进门口就已经闻到酸笋的味道 它真的会比当年嫩厚 我找得动的 但是呢,那些泥腥味有点过了 就变成了我吃不到鸡的鲜味 但是我记得我当年我都说了一句话 我说鸡是配角 这些酸笋才是主角 好吃 而且呢,我经常认识笋太大 会不会硬口 完全不会 大快的 不是有些小笋 口感就是一流 一口就是一口,一下就是一下 全部是嗦嗦,嗦嗦 很脆 不起渣 不用擦 酸味有点过 太酸 再来这个 哇 神仙豆腐 当年我是贊不绝口的 现在是 我彻底下来吃 鸡肉 我现在这个吃东西 这个神仙豆腐是真正的 因为当你鸳鸳皮的说话 里面那些 原来是液体 好妙 我觉得我自己在吃 半汤小笼包 因为我吃了蛋味,奶味和豆味 我吃了三种味道 这些味道很搭 问华姐,没有什么新东西 不过上次我们还没吃过的东西 口感来说 这两个很像的豆腐和椰包 很滑溜的蛋液 但她的说话很有诚意 有诚意在里面的椰味很浓郁 除了蛋味之外 椰子味是主打 卵爷,答应我 不要忘记我 来,勾个手指 哈哈哈哈 不过,没有妙面 尝尝 我是客户外卖 我会坐在这里 我是逼人的外卖 专门啊? 这是海珠区 海珠区? 我们的外卖不是你团,是叫D.D. 好了,又到最初的起点了,又站在这个位置了 刚才那餐发生了$377 跟华姐沟通过,有没有贵到? 贵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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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了 老板没有变过,因为都是他 厨房基本上是没有变的,都是那班人 菜的价钱贵了少少,菜式方面那时候是怎样 现在也是怎样 所以整体上来说,我觉得整件事变化不大 几年前的那餐和今天吃的那一餐 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所以我宣布,今次的旧店新塔我们是成功的 好,最后再来记住姚大昼,贵了全世界的人